伯母早 念真哪 你也这么早就起来了 是啊 我想少爷哥肯定起得比我早 他呀 他以前的生活习惯倒好 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咱们去他屋里看看 好 夫人早 念真小姐早 早 少爷起来了没有 起来了 起来了 让他收拾一下 我跟念真要到他屋里去坐坐 好好好 那个 少爷早上出去锻炼身体了 锻炼 前两天他那个 拜了一个永春师傅 他在练艺永春 你怎么没跟他去呢 他练的是独门秘籍 师傅不让看呢 锻炼身体 等他回来 让他练几时给我们瞧瞧 老夫人 来 老夫人 小姐 给您请安了 早 一早急急忙忙的 有什么事吗 刚刚皇帝修庄那边 派人烧话过来 说之前谈的生意 不再考虑了 为什么 说是昨晚在醉仙楼 少爷为了抢一个九女 把皇家少爷打了 什么 什么 童少爷 童少爷 醒了 你怎么在这儿 对不起啊 昨天晚上我怕你难受 所以我就想在这儿 多陪你一会儿 没想到后来睡着了 昨天晚上 是你帮我解的围 我正好路过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您手怎么了 没事 给我看看 不用看 给我 谢谢你 谢谢你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什么 昨天晚上 我睡得很香 谢谢你 谢谢你 童少爷 你是有家事的人 更何况 谁说有家事啊 那天在浦渡寺的那个姑娘 那天在浦渡寺的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 我妈乱定麻烦亲 我妈乱定麻烦亲 说了根本就不算 说了根本就不算 没那回事 没那回事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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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姑娘 你不会 你不会 那么封建吧 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去了 没事 你再忍三天 三天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 我先走了 陆下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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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母 你没事吧 没事吧 陆下开死 陆下开死 走 妈 早 好 念真 早 大家早上好 怎么都起这么早 汤葫芦 你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 让我妈不高兴了 说 永春泉练完了 说话呀 妈 永春泉刚练完 学得怎么样啊 给我们开开眼吧 妈 这不是刚练吗 没学什么招式啊 没学什么招式 一点意思也行啊 少爷 要不你就练两招吧 练两招 好啊 那我练两招 我就给你们练两招 妈 妈 手臂有些累 抬不起来 特别累 改天给你们练 改天练 累 怪不得累 昨天晚上在醉仙楼混了一夜 能不累吗 妈 昨天晚上 我是去了醉仙楼 其实我不想去 他们非拉着我去谈生意 你是去谈生意还是毁生意 你把皇少爷给打了 人家一大早就来告状了 那怪他自己 跪下 我 老夫人 这合适吗 你看 下人都还在呢 跪下 真是上梁不正 下梁歪呀 那皇家 我们跟他做了十年的生意 他可是我们的大客户啊 你又能带弥补吗 皇上也决绝表示 不再跟咱们做生意了 一早就派人送来 订单纸约书 伯母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 你先别着急啊 少伟哥 你快和伯母说呀 这里面有什么蹊跷的事情 误会了 你快说呀 你快要 我是打了黄喜善 但他有错在先 不管谁有错 我一再警告你不准去封月场所 你 伯母 你没生气呀 妈 伯母 你 你要是还认我这个梦 从此客气 不许再踏入最下楼一步 还有 还有 立刻去念真为气 妈 这事我不是跟你讲清楚了吗 怎么还要逼我呢 说 你心里 是不是已经有别人了 是 就是醉仙楼那个姓陆的娼妓吗 妈 她不是娼妓 她是一个好姑娘 她去醉仙楼 是为了筹钱给她的亲人治病 她还是我们同济绣庄的绣宫 还是个功臣呢 这么说 她还是个有情有义 有才有德的姑娘了 你还想把她取进门 对不对 是啊 妈 我求求你发发慈悲 把她赎出来吧 我给她争取了三天时间 三天之后她要去接客了 要是我不呢 那我终生不娶 宁针 你留下 我可以赎她 我可以赎她 谢谢妈 条件是 你马上跟念真成亲 我可以 不莫婚礼之前 不许踏车同家大门一步 开胎 告诉颜掌柜 把账给看紧了 一毛钱都不许支给她 妈 妈 糖糊润 你干什么 不是 你要走了我就死定了 雅清 真没想到这个童少爷这么有种 真的肯为你赎身 我好为你高兴 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不像我造也太深 别这么说 你是好人 好人 自会有好报 哪有什么好报啊 来到这儿的男人 个个都是色鬼 眼睛跟刀子一样 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我就这命了 哪还敢有什么打算啊 长荣哥其实是个不错的人 我常在想 你们要是能在一起 那就真的太好了 那个四孝子 奔地一点都不开脚 我都有时候在想 我牡丹可不能插在这坨牛份上 实在不是什么坏事 我都不想要是 牡丹姐 你在这儿救过我几次 我真希望自己有机会 能够为你做点什么 亚琪 别 你出去了就不要再想这些 因为你要去的地方 和这里根本就是两个世界 你听我的 忘了这里的一切 对你好 好 让你来 捡回来 念真小姐早 早 在屋里关了一天了 还能去哪儿 吃饭了 我不啊 这个陆姑娘 真的像你说得那么好 她是我见过的 最让我心动的女子 我在南洋 没有朋友 唯一让我觉得有滋味有盼头的 就是你 在我心里 早就认为我是你的了 这种心思 也从来没有改变过 念真 我知道你对我好 少伟哥你看着我 我是比陆姑娘长得丑吗 还是书读的没有她多 还是操持家务不如她 念真你别说了 我们家在南洋 不算是大富大贵 可踏破了门给我提亲的也不少 可我还是回来了 因为在我心里 我真正的家就是这里 就是你 念真 等你遇到真正让你心动的人 你就会明白 我已经明白了 我已经遇到了 我回来不是做你妹妹的 吃饭吧 可是你在我的心里 一直都是我妹妹 美朕 这次婚礼 你爹妈看来是来不及了 事出有因哪 可我已经写信跟他们道歉了 让我佟家事后补上吧 伯母 您说的是哪里话 您想得这么周全 就全凭您做主吧 婚礼的事 我已经全部交代给开太了 他心思虽密 可毕竟是男人 有些事想不周全 你有什么要求 直接跟他开口 我没有什么要求 我吃饱了 急着去哪儿啊 书房 福龙 刚好少爷 少爷要再有意外 你就自己把腿打断 一定一定一定 不不不 绝对不能有意外 等一下 小婉 在 去把手嫁给他 好的 夫人 伯母 少爷要是再敢胡来 你就直接把他夹起来 伯母 别这样 吃饭吧 去哪儿 吃饭吧 不得就不得了 还把你帮子去哪儿 很奇怪 有什么不方便的 你就这么横冲直撞地进来了 有什么不方便的 我又不是外人 那万一我们洗个澡 耕个衣什么的 你一进来 我们连衣服都来不及穿 阿蓉 你想想啊 感激你还真想上了 你想的是什么呀 是洗澡啊 还是耕衣啊 我什么都没想 看阿蓉多细心啊 从来都没给我做 这么多好吃的菜 这不是雅清要走了吗 庆祝一下 来 那改名我要是书身的话 你也给我做这些菜呗 当然了 只准多不许少 好 听雅清的 只准多不许少 不过呀 我看这三五八年的 是用不上我做喽 好啊 你这个臭厨子 敢拿我开涮啊你 童少爷 你怎么来了 雅清 我妈答应给你出身了 雅清 太好了 真替你高兴 真的假的呀 阿蓉啊 来来来 我找你有事 走 有什么事不能在这儿说呀 不能在这儿说 去我屋里说 走走走 快走吧 走 真的吗 真的 董公子 我敬你 这第二杯 敬什么 敬今天 敬今天 但愿天天似今天 你能跟雅清说实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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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来说 已经是感激不尽 你 世事无常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希望 你不要为难自己 我要结婚了 我妈她答应属你 有一个条件 要我去念针 可是我不爱她 可是我不爱她 为公子道合 为公子道合 我心里的人是谁 你明白的 我不明白 也不敢明白 也不敢明白 雅清 等你输了神 我带你走 带你离开这里 这杯酒 感谢公子的大恩大德 感谢公子的大恩大德 这最后一杯 是道别酒 不能道别 不能道别 如果你不斩断这份情的话 对我 对我 对伯母 对于你未来的妻子 都会是一种伤害 你是她唯一的 依靠和希望 这个时候 你既然为了我这样的女人 去忤逆她 惹她生气 伤害了母子情分 可是 我们在一起 真的很快乐 雅清 我不只要今天 我还要明天 我要我们永远在一起 谢谢你 这样看重我 愿就愿我们今生 有缘无分 可是在我的心里 我真的想跟你死守一生 我可以 一会儿 我们下期再见 一会儿